我知道大家會好奇為什麼這麼多youtuber都會去上心靈課程 現在甚至跟邪教畫上等號 那我更希望大家在斥責他們的同時把專注力拉回來一些 去了解為什麼他們當初會想要去上這些課 去心靈課程只是想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已 這是他的初衷 他不會知道去上完課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站在別人的角度感受他們的痛苦 我們也許可以不理解 但我們要尊重 我知道大家會好奇為什麼這麼多youtuber都會去上心靈課程 現在甚至跟邪教畫上等號 然後很多人會自爆自己曾經的經驗 我的角度看起來更像是在打預防針 因為同期的教友隨時po出來合照 然後放到網路上 那不如先自爆 因為社會風氣導向現在更像是在獵巫 那與其被投影一樣眼光 或者是媒體的捕風作影 那不如直接先說 那我更希望大家在斥責他們的同時 把專注力拉回來一些 去瞭解為什麼他們當初會想要去上這些課 失意難過的時候沒有人可以陪伴 甚至想要尋求一般正常管道具認識異性的時候 也怕被別人指指點點 我們終究都只是一般人 看似沒拘束很自在 其實我們拘束得很 有部分的創作者賺到錢了 但是開心跟不上 所以內心變得不富裕 你就想像你坐在原地前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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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你還來不及反應 錢就這麼打進來了 久了甚至就會無感 跟麻痺畫上等號 也有一部分的創作者 是因為大環境的停滯不前 你就開始質疑自己 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一件事情 難過的情緒產生了 但你又同時必須輸出新的東西給觀眾 負面循環就產生了 於是不開心變得更不開心 每多拍一支影片輸出給各位 就像砍斷一條手 砍斷一條腿 久了大腦的某種認知會突然被卡住 也之所以很多同學上完心靈課程 發的文都會寫說 我被完整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狀況 但你知道嗎各位 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完整 人生就是因為不完整而完整 萬物運行的邏輯都是如此 以前有家人的保護跟學校的規範 但當大部分創作者開始獨立之後 我們失去了規範 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的邊界在哪邊 我們很好奇 我們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可能 我們更渴望腦洞大開 用不同的維度跟視角看這個世界 我們不甘停滯於此 於是各式各樣的工具產生了 心靈課程或者是成長營只是其中一種 大家應該都有過這種經驗 某一天在公司突然醒來 我怎麼在這裡 我是誰 我維持這樣的狀態 淋著死薪水多久 我怎麼一直在幫老闆賺錢 這就是所謂的覺醒 那當我們以為我們跳脫這個循環以後 以前是沒有錢不開心 現在是賺到了錢 也不開心 我們發現自己只是進入一個更大的循環 本質上根本沒有變 我們還是幫YouTuber打工 也或者是YouTuber這個職業太夢幻跟虛幻 之所以在時代紅利下 即便賺到了巨大的流量跟金錢 也許我們根本配不上這個成功 因為來得太容易了 社會上有更多比我們認真的匠人還有藝術家 而我們卻輕易的超越了他們的成就 那配不上有沒有可能是想法沒跟上呢 所以無法往下繼續延伸更多商業的可能 最後終將因為得不到錢而痛苦 那到底是錢賺的不夠多還是心變得太大呢 你有設定過你的人生目標賺到多少錢就滿足了嗎 我問過身邊的網紅跟藝人朋友 有人說1億2億 有人說5億10億 也有人說50億 說50億的那個就是蹦板 我滿好奇他現在開不開心的 但看起來滿開心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課題跟問題要解決 就像看影片的你們也有自己的問題 去心靈課程只是想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已 這是他的初衷 他不會知道去上完課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站在別人的角度 感受他們的痛苦 我們也許可以不理解 但我們要尊重 反而這世界早就已經封成我們不認識的樣子了 至少我自己不會去 就這樣 但其他人要去 那是人家的事情 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在留言去問說 欸為什麼要去參加那個心靈課程 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去參加那樣子的團體 被人家PUA 被人家踹椅子嘛 不用去管他們嘛 如果你也想要拿兩萬塊去給別人虐 那我建議你這把兩萬塊拿來給我 我直接賞你兩巴掌 你們想要PUA 我看到的更多是被過度包裝的假象 甚至喔 很多人沒有上過正能量課 經營社群也用正能量的方式來包裝 好像為了達到某種目的 接到更多業配或是讓更多人喜歡 欸 Come on 一點都不反骨 而且看起來很反胃 所以我覺得什麼東西都是剛好就好 而不是一直很好很好很好 創作者就是因為有喜怒哀樂的各種面向 所以才珍貴 不是嗎 當所有的情緒都只剩下開心的時候 這樣還算是一個人嗎 沒有曾經難過過要怎麼懂得珍惜 沒有踢到鐵板痛過 如果我如何知道下次該注意言行 所以 CX 但老師用正能量來包裝我看得很不爽 剛好就好 有一個我比較納悶的就是 課程有不同的環節在嘗試刺激你 然後希望你可以重新站起來 就想像是在製造一個很大的海浪 然後有無數的海浪想要試著把你打碎 但去上這堂課的人 本身不就是已經支離破碎的狀態嗎 那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過程 如果心智薄弱的人 到底要怎麼樣重新站起來 你理解我意思嗎 這就跟在傷口傻也沒兩樣啊 而我們平常公眾人物或創作者的生活 是不是其實就是在面對各種輿論跟接受大眾審視 那種平常的生活其實就是修行 你就想像當一個人雖然零件衝突 但他還是完整的 但你又把他打碎 又在很短的時間內組裝回來 你覺得會變什麼樣子 對 沒錯 就跟蛋頭先生沒兩樣 所以大家會突然覺得不認識你了 Is that you? 好啦 玩笑歸玩笑 每個創作者跟YouTuber其實都非常非常辛苦 那也鼓勵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善意的回覆 或是鼓勵大家 都是我們繼續支持下去做好影片的動力 有時候不懂反而是最大的風險 鼓勵各位在心裡發現有狀況的時候 去補充更多的心理或是相關的專業知識 不然請了再厲害的諮詢師 你對自己的認知不夠都很容易被別人拉走 那你再去加入一些心靈這檔課程 其實結論都是一樣的 一位 這個結論是真的 感到好 大家要做好 可以說 這個這檔課程 是 我 given了 就是 過了 不是 可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